儒家建筑通常指的是与儒家哲学和文化传统相关的建筑 包括儒家庙宇、学宫和纪念馆等 这些建筑通常用于崇拜儒家经典和思想家 教育、研究和传承儒家文化 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儒家建筑 文庙 文庙是用于崇拜孔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作家的场所 中国各地都有文庙 最著名的是北京的孔庙和台湾的孔庙 他们通常包括祭祀殿、学宫、悲狼和孔子像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象征 也是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 孔庙 孔庙通常是指专门为孔子而建的庙宇 北京的孔庙是中国最著名的孔庙之一 包括孔子庙、孔子像、典当方和孔庙广场 孔庙被视为孔子的圣地 吸引着许多学者、游客和信徒前来参观和研究 理工大学 中国的一些理工大学也拥有儒家建筑 这些建筑通常用于教育和研究儒家哲学、文化和经典 中国科技大学的儒家研究中心是一个例子 它包括儒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纪念馆 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兴建了儒家学者的纪念馆 用于纪念他们的贡献和推广儒家思想 这些纪念馆通常包括展览厅、图书馆和研究中心 这些儒家建筑反映了儒家哲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它们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弘扬之地 同时也吸引着对儒家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前来学习和欣赏 这些建筑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